施咒的情节如今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有得研究了 英国爱希特大学开设全球首个魔法硕士学位 以文化研究为方向来探究咒语的组成以及历史 还有魔法在当代的影响等等 而且毕业的出路比想象中还要广 不只能够教书做资商 还能够前进旅游业 这门课以文化为研究探讨各种咒语以及历史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当代影响 从而深究这些咒语是如何组成与传递 更汇集多元领域的专家来授课 包含文史哲 心理学 戏剧等 讲授魔法在世界各地各种情境所扮演的角色 学生在这里也能自由选修研究 比较东西世界的龙 亚瑟王传说等 学魔法毕业出路广 可以教书 资商 还能前进旅游业 让喜爱神秘学的民众相当心动 首首歌词情感真切到位 美国乡村天后泰勒斯也有大学为他专开文学课 比利时的庚特大学近期就开了泰勒斯歌曲选读 泰勒斯的歌词经常引用英国文学经典散文诗词 活用名誉 暗喻等修辞手法 教授认为文学随着时代一直在变化 希望藉由这门课提供新的观点 让年轻世代和文学更有连结 记者综合报导